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大学107级碧委会成立,重新开始运作 由东村医疗资源匮乏,巡回医疗政策进驻 玉山旅社保留当地特色,推广文创产业 社区营造推动,吸口新面貌 106级毕业委员会曾在6月30日宣布 107级碧委会因人数过少而停止运作 而在最近10月18日召开了第一次毕业代表大会 经由毕代毕编投票,选出毕委会主委及干部共9位 确认107级毕委会将继续运作 106级毕业委员会在6月30日表示 因107级毕业代表与毕业编辑只有75位 和去年106级约180位相比 人数不足,以至于无法与下届交接 宣布107级毕委会停止运作 很意外的就在网路上发现,哈?我们被解散了 然后也没有人告诉你 是自己努力的去发现这件事 然后发现之后又不知道要跟谁诉苦的感觉 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就是想负责的人不多 所以才会被迫解散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谁的问题什么 就只是刚好这个时间 然后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规划 所以才没有办法形成这个结果 目前照上一次毕委会收集的人数 大概有50人毕业毕业 对,那这个人数其实是严重不足的 对,那现在既然如果毕委会已经成立的话 我们还会再去跟各系班去要毕业毕业的名册 那希望大家也勇于可以投入这个公共事务 学生会于10月18日召开第一次毕业代表大会 会议总共进行一个半小时 经由毕业毕业投票 选出毕委会主委及干部共9位 确认107级毕委会继续运作 前几天说要开会通知 我就知道说要来开这个会的时候 我是蛮欣慰的 就是说至少还有人关心这件事情 这件事才能继续的延续下去 不然毕业名就是我们的事 但是却没有人去负责 我觉得毕业会是给学生 就是给毕业生一个交代 就是它有点像是 你都已经花了四年在这边 那总是要给你一个难忘的回忆 所以就要有毕委会的存在 如果像没有毕委会 当然毕业这件事情还是会存在 只是它就会变到各个系所 他们要去处理 或者是学生会不知道 会不会担任一些角色之类的 然后就变成回归到学生本来 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 过去的毕委会主要在 三年级下学期末组成 但107级于大四上学期成立 毕委会确定人员的时间 较过去晚许多 在毕业大会选出干部后 毕委会立即开始运作 当务主要的业务是 毕举跟团拍的厂商的招标 对那他们现在就已经在整理 这个就是在这段期间 厂商寄来的一些资讯 因为比较急是临时抽筑起来的 我会希望先能把 比如说团拍学师服 或一些固定的 可能毕业生教官型的业务先做起来 我们之后再去讨论进一步的 毕业的以前的讲座活动 或是毕业活动 尽力的去把剩下的是毕业代表人 或者是过去的干部 找来就是稍微询问一下 我们应该会先去看那些档案 那我会传给所有的那些 我们自己的干部们一起去看说 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 毕委会即将正式开始运作 期待毕委会筹备顺利 让应届毕业生留下美好的回忆 中正一报 隐心河 钟谦柔 中正大学报导 好 就是直接就讲说我复活了 然后让大家知道 国立中正大学从民国91年开始 只要自备环保餐和外带 学生餐厅饮食就会给予优惠 但多数同学并不清楚有此活动 在这学期开始 校内Greens律师团队 重新发起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希望校内师生都能一起响应 减少使用免洗餐具 环保爱地球 国立中正大学推行自备环保餐盒 外带学生餐厅饮食提供折扣优惠的活动 校内同学对于此活动大多给予正面评价 很棒啊 就是可以响应环保吧 多一道菜嘛 不错啊 我觉得就是其实学校这样代表 就是商家他们有意 就是想要就是能够推行这活动 我觉得很棒 是因为学生也可以就是因为为了这个 就是优惠然后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可以慢慢推广出去 那我自己本身是非常支持 也会想要去响应他 感觉还不错 就是还蛮环保的 这样很好 可是如果是要带去上课的话 好像清洗方面就有一点麻烦 我觉得还不错 不过就是如果课很多的时候 就会有点不想自己带餐盒 就感觉多一个负担 主要宣传此次自备餐盒活动的是校内Greams律师团队 团队希望借由此活动提高自备餐盒的意愿 并呼吁校内师生共同减少免洗餐具的使用量 就是因为其实从91年的时候 学校的学餐就已经有开始在做 就是自己带餐盒外带的这个折扣的宣传的活动 但是因为说学校好像没有特别宣传这件事情 所以想说其实现在因为大家环保意识还蛮够的 所以可能如果再多做宣传的话 学生知道说不定也会更参与这些活动这样子 像我们最近开始有在做宣传的店家 比如说活动的小吃街 如果你有自备餐盒去做外带的话 他们都会提供家菜的优惠 然后如果在饮料店像是微风 或者是元气早餐 那两间早餐店 如果你有自备饮料杯的话 还会自动帮你装满 因为现在校内的事情 我们宣传算已经有宣传到一个段落了 如果我们后续想要在 我们后续想要在发展的事情 就是能够推广到校外的店家 能够跟校外店家做接洽跟商讨 校内大多数学生餐厅店家 皆参与了外带自备餐盒提供优惠活动 店家对于此活动也抱持鼓励及乐意配合的态度 这个环保环保概念 现在同学来给他便当的餐的同学 中间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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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多给他一些菜 饭碗的东西 同学借由自备餐盒活动响应环保 又能同时享受优惠 共创美好的绿色校园 中正一报 赵思荣 蔡云青 中正大学报导 嘉一县西口乡游冬村人口老化严重 医疗资源不足交通不方便 村民长期以来就医困难 民雄乡在地诊所医生苏英德配合健保署 偏远医疗资源缺乏地区 巡回医疗政策 三年来利用假日与西口乡游冬村游西村服务 将医疗资源带入乡村地区 民雄乡在地诊所苏英德医生 与每周六日早上分别到西口乡的游冬村及游西村服务偏乡医疗 巡回医疗是配合健保署的偏远 就是医疗资源缺乏地区的一个巡回医疗的政策 那所以我们是利用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到这个比较偏远的地区来做巡回医疗服务 老人要出去看病更快 他们是来这里都拿医疗而已 不然就要找到医疗精神了 有些老人没有买车的他们都用走的 像我们整个八十几岁的阿嬷都用走走到医疗了 这又去旁边才走回来了 因为在这个地区的话就是说 它虽然不是说非常的偏远像深山或怎么样 但是的确公共交通工具是有点不足 很多是独居老人 他行动不便 没有适当的交通工具 经济情况不允许每次都坐计程车 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服务 至少他们可以用走得到 走路在十分钟以内可以到 游冬村资源匮乏 人口老化严重 老人人口占全村比例高达两成 嘉义县来讲 它会有列出一个 就是说属于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 西口厢是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的老人比较多 我们这边老人 像65岁 65岁以上的要265个 200几个 我们全村大大小小 差不多1173个人 我们这里算是家企关上买的 还有煮完最少的 税收也就全部都做 我们这里就没有工厂 没有什么工厂在这里生产 你如果有工厂你不才有水素 这都没有了 我们这里就算是 可以说是家企关 十八个人可以说是最不最三的 每周六早上8点到11点 苏英德游冬村慈激工旁的村民活动中心 提供看诊服务 民国104年那时候他过来拜访我们 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他要来这边 证抑诊 回复一下老人 帮老人看一些那个 身体方面有什么病 病的话就来给主医师看 我们是较高的这个服务 因为这个医生和学生都来到这 我们就不 第一次我们这里 船民不用再去到家里面 让我们看 所以我们这里更方便 中正义报林文秀 汪建佳 嘉宜西口报导 及建立民众负责任的饲养观念 避免宠物过度繁殖 衍生其他困扰 为减少流浪犬猫产生 嘉宜县家序疾病防治所 配合农委会举办家犬猫绝育大赛 18日与嘉宜县保护动物协会 在水上乡成功社区活动中心 共同办理犬猫免费绝育 宠物登记以及狂犬病预防注射的 三合一活动 今年的农委会的家犬绝育大赛 应该是新的一个政策 那其实从以往到现在 未来我们也会持续 所谓的三合一的一个活动 其实绝育的成效 你没办法立即看到一些成果 你一定要持续性的一个执行 未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相关的一个经费 去执行三合一的活动 活动一早就有民众 陆续带着家里的犬猫要来做结诈 一整天下来绝育数量约有50只 前来参与的民众 对于犬猫绝育活动也相当支持 我觉得这样不错 你现在如果有结诈的话 就比较不会造成以后的一些负担 或是什么样的情形在 我们这个绝育的地方 就是选择在这个受医院 比较缺乏缺少的地方 也是说偏遠地区 所以县府这边的做绝育的活动 他们也是按照这个偏乡的地区 来做一个选择性的犬猫绝育 农委会首次经由跨部会的合作 从乡镇区开始 由夏而上行做绝育的社区议事 从基层落实犬猫绝育政策 透过在地乡镇区长的 参与投入与积极推动 号召更多民众 带着自家犬猫一起来绝育 期盼能逐步控制 及减少流浪犬猫数量 进而解决流浪犬猫繁殖 影响交通安全 及环境卫生疑虑等衍生性问题 中正一报 陈欣宜 陈明芬 嘉义水上报导 以上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接下来带您看本期的活动资讯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主播王玉琪 接下来为您报导的是 本期的人文新闻 嘉义市北门车站旁边的玉山旅社 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 红雅文化协会成租了旅社 将木造的老房子保存起来 现在这栋建筑物 白天作为咖啡店 晚上则转变成了北保旅社 提供住宿 曾经因为阿里山森林铁道 促进了嘉义的观光产业 但随着旅客人数减少 玉山旅社因此歇业两年半 在2009年时 红雅文化协会理事长 于国信发起要将旅社承租下来 其实那个时候 于国信先生就在想说 那会不会到后来 我们嘉义最有名的木头特色 本来都找不到了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找房子 去做一些维护跟维修 希望能保存一些有特色 或是有意义的木头构造建筑 那玉山旅社就是他们当初选的第一栋 一开始他们其实还没有确定自己的方向 那最后决定现在的模式是白天是 卖一些公平贸易的咖啡 有机的醋饮 来维持他们当初修老屋的费用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间就恢复使用旅社的方式 玉山旅社之前原是嘉北车站列车长的房子 后来转变成为旅社 旅客减少之后就转变成为猫仔间 从新到衰 玉山旅社还是维持原本完整的面貌到现在 继续与旅社经营下去 基本上呢完全没有动过任何的格局 他们当初其实没有什么前面的例子可以参考 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方法 就是你看看后面这个青色的 它其实不是木头 它其实是钢架 他们当初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 先用钢架把整个房子撑起来 因为这样子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钱去抽换掉 那些狠柱之类的梁柱的东西 所以现在看到这些木头 反而是65年前就存在的 那楼上的同步最多我们接过30多个人 都没有问题 就是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是让人家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有距离感 就是还蛮舒适的 因为我跟我朋友都还蛮喜欢那种老屋 就是那种旧时代的感觉这样 对然后我想说 我们下次来嘉义可以再注意 旅社不止建筑本体保存了以前的面貌 里面的摆设也是一些780年代的当时用品 而里社也在积极推广嘉义在地的文化活动 当时他们刚修复完的时候有很多附近的邻居 或是朋友来看这个房子 然后觉得很感动 所以呢包括我们现在的桌椅 墙壁上的那些CD 都是很多不同的朋友客人提供给我们的家具 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推一些小课程 现在也在尝试在做一些不同的面向的课程 但主要都是希望以木头相关的文化为主题 然后我们也有在帮忙做附近街区的导览 他们希望把这边变成一个文化的基地 然后去推广一些嘉义在地的活动 所以我们旁边有个小空地 也许明年之后会试着会推广一些市集 然后跟附近的一些店家 或是有趣的有理想的人去做串联 让这个不是玉山旅社 而是影响到附近周遭的区块 一起把这边再活络起来 一杯咖啡 一手怀旧歌曲的时间 或是一晚上的时空旅行 带你体验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小空间 中正义报 张佩莹 嘉义市报导 新港与古川台日庆典的对话特展 自10月14日起 与新港文化馆25号仓库展出 日本飞驼拥有珍贵的人文资产 古川平安季 嘉义新港奉田宫则是香火鼎盛 没到了妈祖落金时更是热闹 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相似点 透过特展让民众同时看见 日本和台湾的传统之美 嘉义新港文化馆25号仓库 自10月14日起 展出新港与古川台日庆典的对话特展 交流嘉义新港与飞驼古川两地的 庆典文化 日本飞驼为电影里的名字取景地 随着电影的人气高涨 飞驼市也成为日本新兴的观光圣地 那古川祭去年呢 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这样的荣耀 然后所以它的东西是非常有可看性 那新港这块土地上面又有一个很鲜明的妈祖文化 我们重点在做新港跟古川的两者的 在祭典文化信仰这个区块的比较 没有所谓好跟坏 但是就是看到不同的艺文化 其实也有很多共同点 新港跟古川都很鲜明的工艺文化 新港有胶纸堂 有香的艺术 那古川呢 它有很鲜明的文化就是木匠工艺 然后还有他们做蜡烛的工艺 那我们今天也有在现场做它那个展出 让我们所有的那个来参观的民众 都可以很深入的了解 展览除了介绍台日两地清典文化的不同外 也有日本传统文物的展出 例如人偶以及祭典道具 让民众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非陀古川籍 同时也和新港在地的祭祀文化互相回应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就是古川的一些文化 然后就跟新港其实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吧 对啊 不用到了古川就是在这里就可以欣赏到了 就是也会推荐给认识的朋友吧 因为毕竟不用说去到了古川 直接来新港 在这个展期之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物化 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说就是它有一些服装啊 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的神明跟音乐啊 就是神明的热闹机跟台湾的热闹机是不太不太一样的 飞陀市跟嘉义新港两地民间交流已逾二十年 无论是在推动社区营造或是庆典文化 皆有许多机会及经验互相学习观摩 期盼能够透过友好的国际对话 提升在地民众的社区认同感 中正一报 陈向城邱婷轩嘉义新港报道 嘉义近期有许多的旧屋改造 那些经由改造的旧屋其实都充满了不同的故事 那天眷村就是其中之一 店主周立芳跟妹妹周立芬将小时后居住在眷村的记忆带到这间老屋 经由改造后与文创艺品结合 创造出一个充满美好记忆的空间 在眷村长大的周立芳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 却时常想起小时候在眷村生活的平凡美好 推售后与妹妹周立芬一同将老屋改造 重现他们记忆里的眷村文化 常常怀念那种榻榻米啊 高兄弟姐妹在那边一起在榻榻米上玩啊 然后有冲台啊 然后有榻榻米 然后有坐在那边 小桌子坐在他们上写功课啊 大家能打打闹闹闹的那种情景 很喜欢的 还有那些民游区啊 或是眷村的小孩 大家一起在大院子里面玩耍的情形 就是有什么发念 嘉一市其实有许多老房子 然而这些老房子经历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 透过改造 这些老房子产生新的生命力 及保存记忆的力量 我修这个房子真正的墓地 其实也有一点公益的性质 就是希望有一些文创 因为它要文创店嘛 文化创业店 那我们为了要文创的气息 所以我们结合一些文创作者 他一起来 我这变成一个平台 他们可以把东西拿到这边卖 那我们就是来帮他们销售 对于这个房子的看法 妹妹周丽芬说 日具时代的一些旧木料 来重新再利用 那块木它本身有很多 那个块木多分 它对我们人体也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我们也是提供这种健康的一个住家 就是自然 让这个我们跟生活 跟大自然那个能够结合 其实现在有许多老屋翻新的例子 但我们却鲜少去了解其中的故事 一间又一间的老屋 又有多少像恋恋眷村这样有趣的故事呢 若有闲暇 记得提早预约 去看看这样独一无二的恋恋眷村吧 中正一报 林新睿 刘怡轩 嘉义市报导 嘉义县西口乡的西东社区 经营社区营造已有多年的时间 期望增进地方的认同感 目前以当地固有的景致 加上新元素作为推动主力 再配合人文特色 社区吉祥物打造西东社区独特的朴实韵味 但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路顺遂 人面临各种难题 有待往后持续加长完善 嘉义西口乡的西东社区 社区营造持续资金已有多年时间 而居民努力为社区创造新亮点的同时 背后却是困难与瓶颈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如果我们想营造一块土地 把它变成一个立美化 或是其他的建设在里面 如果地主不同意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 还有没有钱也不能做 政府的钱太少了 对地方上社区的建设差距很大 我们也鼓励社区做一些反省 说我们过去其实 我们让艺术家的作品 成为地方风格很强烈的一个元素 那其实就会让游客 他到西东之后 他少了一个机会去看到 他们最原始最在地的东西 那我们那时候就运用说 他们可以找一些废弃的砖瓦 然后去制作一些那个砖笼 然后也把我们的装置的元素 的那种风格降到最最简单 让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装置 去看到原来在地的风景 面临现状下的难题 社区营造团队不断调整方向来营营 此外近年来除了环境造景 社区营造也被赋予更深层的意义 对因为嘉义其实最大的课题 还是人口老化跟年轻人外流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说 大家在社区的营造行动 你怎么样不再只是做一些 会一直需要消耗人力的一些 环境的营造工作 你怎么样回过头来面对 大家更深刻的一些迫切的问题跟课题 为了让社区各方面的需求更加完善 西东社区目前也实行了许多 与高龄实质相关的活动和方针 期望能更贴近社区营造最初的理想 中正医报张亚裕陈玉宇嶺嘉义席口报道 圆陵紫社区虽然离市区不远 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文景观 今年开始举办的游桶花祭 更是吸引不少游客 然而自然资源要如何永续发展 却是一大重点 技体市长希望透过发展办手礼的方式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 可以享受到在地特色的食材 同时又可以增加社区的收入 位于嘉义市郊区的园林仔社区 早期因人口外流等问题没落 直到近年成立 远林仔生态艺术发展协会 以生态社区为出发点进行建设 才让远林仔有了重生的机会 对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离嘉义还蛮近的 是属于嘉义郊区 很近市区的一个立地 然后没有开发的地方 原始然后原茂 这些生态就一开始就有 我们并没有去破坏这边的生态环境 所以你们来这边看 除了人为的建筑以外 都是保持原始的样貌 猫头鹰 保育类的蛇类 蛙类 猪肉树 公子树花那些 园林仔社区于四年前 开始举办荔枝王祭与油童花祭 希望透过居民可以共同参与的盛会 来凝聚向心力 那两棵为主轴 然后我们有办活动 就办那些类似于荔枝有关的东西 然后做一个舞台的设立 然后叫大家来有成效的 因为大家可以出来就寒暄 好久不见 然后聊聊一些 你说要叫他们出来也不容易 那他们会这样说 这社区的东西 社区的他们会想来掺一脚这样 园林仔社区以自然人文为特色 免费参观 让如何永续经营成为一大课题 因为我们这边社区环境 是真的以家一世来说算是很好 我们这边有保育的一些诸多树 凤红长荫这一些的 所以我们未来的规划 还是就是以像是观光社区 还有生态社区这一方面的 那还有就是像我们石雕公园这边 以后发展就是会以公园为主这样 未来我是想说弄一些伴手礼 以我们在地的食材 我们在地有香蕉 凤梨 荔枝 那些东西出来 当然不要太多添加物 比较自然 然后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东西 那东西出来应该也是会变成说 有一个经济的收入 园林仔社区距离嘉义市市区 仅10分钟车程 却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 未来希望透过永续经营 让更多人看见园林仔的美 中正一报蔡志诚 林嘉宇 嘉义市报导 民国一百年八月 由台中龙总嘉义分院 职能治疗师群所建立的 勤健庇护工厂 致力于提供身心障碍者 庇护新就业 在工作进行中 还有就业辅导员从旁教导协助 让他们在庇护工厂中 瞅息外面的就业环境 但能力到达 即本身有医院时 便可进阶到支持新就业 又或者是直接进入职场 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看 本期关于清洁庇护工厂的 专题报道 台中龙总嘉义分院的 职能治疗部门 为提供精神障碍者 友善工作环境 建立清建庇护工厂 清建庇护工厂的成立 是在一百年的八月份 所设立的 那主要是由职能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因为在 整个精神医疗团队里面 是其中的一员 那主要我们的一个 治疗的目标 某一部分是针对于 病人的一个工作的训练 那包括他的耳后的一个 就业的媒合跟就业的技能 那透过职能治疗师 对于这群病人的一个 就业潜能的评估 然后透过一些职务的栽设计 工作流程的设计 然后成立了清建庇护工厂 那清建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本身是精神科为出发 那我们主要以服务精神障碍者为主 所以我们的员工里面的比例来讲 是以经常者是占比较多数 那通常一般外面的职场上 对于经常者是比较不容易接纳的 那我们原本这一些精神障碍者 可能在就医的阶段 就在医院有做一些 值钱的工作训练 那我们为了让他的就业的整个 服务系统上面更为有效性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清建比较工厂 然后对于我们所服务的经常病人 可以很顺利的衔接到 我们的就业里面 一般如果身心障碍者的话 来我们社会局 我们先会让他进去那个职业重建窗口 请那个执管员去帮他评估说 这个身心障碍者他的人力到哪边 如果他的人力适合去医务工厂的话 我们就会帮他安排职业辅导评量 然后从职业辅导评量评估完后 再进入那个医务 去医务工厂的流程就是 他先去他们入场评估 就是入场评估完然后再进入医务工厂这样 经常者往往为疾病污名 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 庇护工厂给予平等工作参与机会 重塑他们的生活并增进其自我价值感 我觉得很好因为可以学一些技术的 然后可以赚钱这样 比如老师带我们 我们主要外面是不用老师带 很多清洁啊收垃圾 还有跟老师他们相处很开心 外部工作相对你老板给的压力会比较大 你产能你要出来啊 跟外面一般职场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他们的抗压心跟服从度 相对的不像一般正常的那么OK 他们有时候你就是叫他做一件事情 他根本没有做过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你要重新从头到尾 带他做过几次 然后他让他熟悉这 就是这样子做 他才可以就是自动自发去做 清洁在提供就业机会之余 也透过职业训练辅导 让学员能回归一般性就业市场工作 想要请问救服员在这个 庇护工厂里面所发现的角色 就是稳定他们就业 这是大纲 然后如果是细节的话 就是要拟定策略嘛 写一下他们工作记录 然后看一下他们哪里需要加强的 又是填写他们的记录表 然后下去拟定新的策略 看有没有进步 每半年要评估 我们的学员 其实我们也是有教他们问题解决能力 我们有教育训练 我们大概每两个月或一个月 会不定期的做教育训练的活动 一如有交通安全 然后有可能我们会去别的职场去参观 就是让他们涉猎更广的工作区域 因为新上来者他就业的话 有没有就是 其实他每一个 因为他有战别不同嘛 所以变成稳定性 我觉得稳定性比较没有那么足够 所以我们都会搭配像推介就业的话 就会请支持新旧服务员去帮他推介的话 有一个密集辅导 我们的期间去辅导他们就业这样 其实我觉得稳定性比较稳定度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因为我们那个嘉义县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工作形态不相大度是 工作机会多 所以工作机会开发也是一个问题 像我们就会多办一些 像我们今天就办一些小型的博览会 身心障碍博览会 然后会开发一些既有的厂商 然后也是宣导厂商雇用身心障碍者 就是会去宣导说身心障碍者 其实身心障碍者的工作能力 如果放在对的地方 其实他的一般人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只是变成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请旧服务员去密集辅导 就是变成去帮他做工作分析 还是需要什么服务的事业主张 考量精神障碍者的需求下 社会该如何创造友善就业空间 那就安全啦 然后有劳健保吧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有转介的话 就是就跟转介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出去工作 不会 因为没把握 没把握没把我出去 怕出去又再重新开始 我不喜欢那种感情 因为变成政府 他有规定定额金融的问题 就是那个公部门的话 是34人要雇佣一名嘛 然后那个是部门是67人 雇佣一名那个身心障碍 所以他是有那个定 法令有规定要定额金融 雇佣身心障碍者 不然你如果没有依那个比例去雇佣的话 也是会有8%的 我刚刚的描述就是 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些障碍状态的人 其实生活上也是会提起伏伏 但是这些精神障碍者 或其他生因障碍者 他们都还要再另外去处理 他们障碍状态造成的一些困扰 重点是说 他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心 也就是关心他的生活起居 然后跟他建立一些关心 那也尊重对方愿不愿意跟你分享他们的生命经验 但是慢慢慢慢的 其实你就会知道 这些人其实就跟我们一模一样 然后而且就是说 在很多时候 他们可能经历过的那些转折 可能让他们看到生命中的那些 其他的那些挑战也好 意义也好 跟我们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是觉得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 那所谓的友善的环境 其实我相信可以在这些 有进一步的了解之下 可以慢慢的建立起来 经葬者其实和一般人一样 只是差在他们必须多付出心力 学习与疾病共处 但社会上的污名 往往让他们在人群中退缩 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些了解 才能够彼此互相尊重 中正一报 王怡林 杜怡杰 嘉义报导 在新闻的最后 带您一同来看 民雄市场早晨的样貌 我是主播王玉琪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